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每个人我发现 当你们对自己变得很 当你们认可自己的时候 如果你们真的认可自己了 认可自己不着相的时候 其实你们真的才可以宽容 喜悦 自卑 才能真正的生起来 其实我们都是不满意自己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完美的时候 眼中的住身都是完美 而且即使他不完美 也能宽容起来 但是我们的不完美 我们生下来不来自己以为完美的 我们不完美都是别人告诉我们的 因为我们做错 我们把杯子打了的时候 父母告诉我们不应该 这是错的 我们就觉得自己是错的 不完美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念 所有的规矩 所有的纪律 所有的东西在耶稣耶稣耶稣 我们做出来的时候 我们在爱人道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菩萨 没问题 我们可以好好来做 但是在这之前 我们过去已经过去了 那这个过去 我们要先打破这些框框 先不要考虑对错 先认可自己 我就是这样 先不要说它是对的错的 善的恶的 那些东西都没错 就是你认知有错 在上连说如果不明白 对不对 如果把任职丢掉 你没保持过去 问题是丢不掉 丢不掉 丢不掉是因为它虚幻 我们没有能力丢掉虚幻的任何东西 我们只能随着时间淡忘 所有的觉受 所有的认知 所有的执着 所有的执着 都是因为 我们丢不掉 放不下拿不起 是因为它是虚幻的 比蚂蚁拿豆腐很难 所以我们只是 人力有一个好的优点 就是能随着世界把它忘却 记忆中慢慢消失掉 如果没有这个 我们真的活不下去 我们再度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